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苏美文明记录外星人殖民地球历史 这个系列的讲题的第四个,第四讲 那第四讲讲的重点是苏美文明记录的每周史 基本上就是讲 每周 应该这样说 我们熟悉的历史课本教我们的都是 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1492年以后 西元1492年以后的每周史 那真的是这样吗 在西元1492年以后,以前 每周都发生了什么时 就让我来告诉你 那前几个讲题里面 我曾经大部分时间都试着一次把 讲题一个主讲的题目内容就一次要把它讲完 所以发现这个很累 不仅我讲的很累,我觉得听的人应该也会很累 所以这一集 每周的历史 如果从我们杂七杂八读的东西里面 看到的东西里面,觉得很复杂,搞不清楚 但实际上把它厘清了以后呢 我决定把它分成上中下三节 所以我三中下三节,这样讲完以后 希望大家对每周的 人文历史的来龙去脉 神跟人之间的互动 这些 这些远古时代的原因 还有近代的,我们看到的结果都能够结合起来 所以现在第一讲我就讲上 那中跟下我就另外分开讲 希望这样就比较不累 大家听的也比较不累 一样啊,我每讲一个主要的主题 我都会介绍一下知识的来源 主要就是Zacharya Sitchin先生写的书 我是从他写的书里面入门 入门以后开始建立的这些知识的 等于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历史主轴 神跟人之间互动的一个主轴 之后如果有问题,我再另外找 那这个讲美洲文明里面的 主要就是Sitchin先生的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The Lost Room 就是遗失的国度 他讲的遗失的国度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 古文明到后面遗失了 所以我们近代历史就教我们1492年 哥伦布华线系大陆以后的事情 就是欧洲的 的这个怎么讲欧洲的 西班牙王朝开始以后的历史 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那Sitchin先生就是在这个 这个画面上照片里这位戴眼镜的长者 他是从1920年到2010年 活了90岁 这个应该是在他二三十年前吧 应该30年前的时候 造的他去Macho Pichu那边参观的时候造的 Sitchin先生在1976年初的第一本书叫做第十二颗星球 从那个76年之后呢 他陆陆续续就写了 主要应该是十一本书了 后面还以他挂名的书 可能都是我认为都是臭内容做出来的 到07年之后 08、09这几年呢 出的书应该都是 都是他的基金会 就是他的亲戚 应该是他的子女 基金会里面的帮他写的书 那他第一本书很畅销 第一本书一出来 在美国就变成畅销书 后来又陆陆续续 欢译了26种的语言 所以等于可以说是畅销全世界 很可惜台湾一直都没有他的欢译本 那我后来就是根据他书的内容 我另外再写了一本这个中文书 那这个是在今年完成 我大概花10个月的时间把他写完 那这里面当然我所有几个讲题的内容 都在我那本书里面 都可以找到更详细的内容 好 那我们就继续把这个主讲的题目的这个 主题就是美洲文明 我们再集中到这上面 那讲美洲文明 当然免不了我在每一个主讲 我刚刚讲过就是我会提 知识的来源 我会讲地球的开天辟地 然后再进入各个不一样的这个主题 这群先生研究的就是从苏美 古苏美地区 就是美索不达明园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 后来考古发现的这些古资料 古文物里面 去解读出来的解译出来的这些古代的记录 那这些记录主要的就是 两河流域 我们 也许大家还在中学的时候有学到 就是还记得的就是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人类文明的化缘地 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 那这个人类文明的化缘地 都留下了一些什么历史记录 这个就是研究这个 这一代的这个历史的学者 主要是在欧洲的学者 那 跟Sitchin先生 他自己有兴趣去研究这个文字 那个地方出土的古物的卸行字 他自己去解译 那个 那些古记录的内容 因为他花了 基本上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这上面 所以他是有 从里面有解译出大量的知识 所以他才会写的一系列的书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主要就是两河流域 那这上面 两河流域就是在今天以拉克的地方 那像乌尔、巴比伦、尼尼韦 这些都是属于两河流域上面的古城 那亚拉拉山 再上去的亚拉拉山 那就是 就是诺亚的方舟 在大洪水之后停 就是最后停留下来 落点的那个山区 就是在亚拉拉山 那这些历史记录呢 周围就几个海 东边的离海 北边的黑海 西边的是地中海 南边的话呢 近一点的是波斯湾 就在乌尔的下面是波斯湾 远一点呢是鸿海 鸿海就是在西南半岛 这个突出来 左边突出来尖尖的这一块 这个就是西南半岛 西南半岛的下面就是鸿海 那鸿海的西边就是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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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罗河这一带 那另外一个 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亚细亚 亚细亚这个地方 古代叫做Anatolia 那Anatolia 这个目前 现在我们是称之为土耳其 那土耳其的东边南边 就是等于是 亚细亚 亚拉拉山 然后东边南边 这个 埃及花拉底和流域的最上游的这一带呢 这一带 在古时候这一带的山区 的神叫做雷神 神族 是由雷神来管的 神族的王室成员 那这一带的山叫做牛山 那我们在美洲文明里面也会讲到 这一带的 这一带的人类的祖辈 因为后面在旧约圣经时代呢 我刚刚提的这一带啊 就是亚细亚的东南边 这个 又花拉底河的北边 流域这一带的山区 这一带的人类 后来在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讲的就是好人 那英文是叫做Hittai Cittai的这个因 那他们的祖辈 有被神族带到各个地方去 地球各个地方去 南美洲 印象王明主要就是 一个很大的组成成分 人类的成分就是他们的祖辈 等我们讲到那里会 我会详细解释 那接下来讲这个 这一页讲到就是介绍的 苏美文明遗留的文物 是长什么样子 它长的样子就是 泥板 或者是石头啊 或者是其他的银刻的这个 这个小的这个 这个圆柱形的像个印章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印章的东西 你如果把它往石的泥板上滚一圈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 会看出来这个 银刻的这个 石头的这个 印章 类似印章一样的 这上面刻的这个内容 这个也是他们在传递 古时候在传递他们的知识 的一个方法 那 那左边上面的这七颗泥板呢 就是 谢勤学生写他所有的书里面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 这七片泥板所形容的开天辟地 就是太阳系里面 地球 天 地 这些是怎么来的 就是古代的这个 我们讲太阳系里面的开天辟地 我们一般都不会了解到说 开天的天指的是什么 地指的又是什么 就会里面讲的这个神 这个要有光就有光 然后就开始创造地 创造人类居住的地球 六日的时间把它创造出来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在苏美文明里面 根据 谢勤先生的结议 都是有一个来龙去脉 就是有一个清晰的一个 一个构造 那我这里这一页我把它讲完就是 重点就是说 苏美文明留下来的古物就是属于这些的古物 那尤其右边这两个泥板 右上角这个泥板 这上面呢 有一些这个 似乎是戴着这个樱头盔 有樱头人形 背后有翅膀 那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手上抓的有好像一个工具盒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苏美文明里面要形容的 宇航员 他们是可以飞天的 那他们有戴头盔 所以古代的人类 要把这个记录留下来的时候 他们画的方式就是这样去画 就戴着翅膀 表示他们可以飞天 他们戴着头盔 就用这个樱的头来代表他们的头盔 那中间 正中间这个是什么东西 在苏美文明里面 一般解译出来 英文写的就是 Tree of life 生命之树 那它真的是树吗 我在别的讲里面有稍微提过 就说 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 是一个器具 是一个 可以利用的工具 而不是真的是一个植物 不是树 那这个当然没有正确的解答 这个只是每个人看了以后 每个人有他的揣测 那有一些西大麻的还说这个是大麻素 那我们也没办法去跟他辩论 因为他相信的 跟我们相信的也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就各书几件 看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怎么去解释他 所以这个没有交代 中间这个生命之树 所谓的生命之树 是没有特别交代 那上面这个神 由这个神的造型 有个 好像有个翅膀在左边 右边有个鸟的造型 一个圈圈 中边一个人像 中间一个人像 这个神的造型就告诉我们 这片泥板是从北方 两河流域北方 亚树无明那边出来的 因为亚树人他们 拜奉的神 就是上面这个神 最上面的这个神的图腾标记 叫做真理跟光之神 他们亚树无明拜的神是这个 那这个也是从最早期 以这个 两河流域的神族的图腾慢慢演化 演化 演化到后面 亚树文明都比较后段了 这个人类文明里面 他们去记录的这个 那你看到这两个泥板上面这些 画的这些线 直的啊 斜的啊 这些线条 这个 就是 早年的这个苏美地区的卸行文字 那这个卸行文字也就是 啊 谢群先生他 花了毕生的时间 在青年时期 一直到他的壮年时期 他几乎有三十 三四十年的时间 在这上面去解读这些 他对这个有兴趣 他去解读这些内容啊 这个 去了解他 因为谢群先生他的背景是 他是犹太裔的亚美尼亚人 所以他 他出生 还有他童年呢 他是在苏联的境内长大 那后来他家举家 他就签到这个 贝鲁特 那中学他在贝鲁特毕业之后 他到伦敦去念大学 所以他的家庭背景 因为他是 犹太裔 所以古希伯来文 古犹太圣经这些东西 对他来讲 就是成长里面的知识 所以他才会对 古犹太圣经 跟古苏美文明里面的 这个记录的历史背景 从 里面的同跟裔里面他去找 然后从古文字里面 他去找他想知道的答案 就这么回事 这张图里面要给大家看的就是 从大概百多年前 其实更早 因为在应该在16世纪末 这个已经将近400年前 陆陆续续的 这个欧洲 那个时候的欧洲 跟我们现在欧洲的那个状态 当然不大一样 那个时候的一些学者 就陆陆续续在这个 两河流域挖掘这个古物 找东西 那当然找规模没有 没有到 规模最大大概就在 19世纪的中后期 那个时候挖的就大量出来了 百多年前那个时候 挖的就大量的出来 主要的出土的文物 也都是 大概一百多年前 19世纪的后半段的时候 才大量出来 那挖的最多的 运气最好 最多的就是英国人 英国人在 把这个巴比伦城的 古代的城门 整座扳回他们的大英博物馆 把他重新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把他再 再建造起来 重新把他立好 又重新上色 根据这个古文字的资料 重新上色 所以弄得很漂亮 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大家如果去的话 可以看到巴比伦城的城门 那这个 你现在图上看到这个是在Nipper Nipper 这个地方出土 当年他们在挖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些泥板 是个什么形状 你要把这些地理 这些已经 已经有一些 破茧残篇的东西 你整理出来 然后把它整理干净 让人家可以识别上面 刻的这些古文字是什么 这确实也是一件 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那回头我们来讲 这个Enuma Elish 就是所谓的 刚刚提到的开天辟地 那我这里 我在每一讲里面 都讲得很清楚 都有讲到这个 那神族那一讲里面 对这个东西是讲的最多的 因为直接就跟 神 他们居住的这个星球 这个Nipper 这个星球 有关 所以我在介绍神族的时候 这个讲比较多 那另外要了解 Nipper 星球现在的状况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它被吸入太阳系里面嘛 你就要去看我的第五讲 我去 我讲的那个 寻找这个神族的元香 这一讲里面 我把太阳系的解释得很清楚 然后整个太阳系的构造 尼比鲁星球大概在什么位置 时间跟空间之间的距离 这个东西 我就介绍 我在第五讲讲的比较清楚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多讲 这方面 我们就讲这个 土面上的意义就是 从天外灰来一颗星球 那这颗星球 被叫做尼比鲁 尼比鲁是个阴 字的阴 在古苏美文明里面讲的是 这个字的意思是穿越了星球 就是一颗穿越了星球 进入太阳系来 进入太阳系之后呢 跟太阳系里面星球发生碰撞 他进来 他不是自己进来 他是带着十颗卫星进来 大大小小的卫星进来 所以他的卫星 这个母星球没有碰撞 母星球碰撞 也没有神族了 也后面也没有人类了 所以主要是他的卫星 跟这个太阳系里面的 有几颗星球 还有几颗卫星有碰撞 那最重要的一个碰撞 就是跟地球的前圣 叫做Tiamat Tiamat这个星球碰撞 碰撞之后 居然改变了Tiamat的轨道 把它从火星之外的轨道 把它拉到火星之内 火星跟太阳的中间 目前地球这个轨道 居然就造成这样 然后他的那个 Nibiru的卫星 一颗比较大的 不是卫星 卫星 一颗比较大的卫星 叫北风 Northwind 就跟地球直接撞上 那Northwind 它本身也是有带水 它是一颗有水的星球 地球原来整颗星球都覆盖着水 整颗星球的表面 就是覆盖着一体的水 那因为碰撞 才造成地球表面的一些残缺 那北风的水跟地球的水又混在一起 北风上面的生态就进入地球的海洋的生态里面 是这么来的 如果根据苏美文明里面的记载是这么来的 这么一回事 那我再简单讲一下左边 我画一二三四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在Enuma Elish Sitchin先生解释里面 他后面有出了一本书里面 他要解释到太阳系的形成 太阳系的形成有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三颗星 就是太阳 水星跟地球的前身叫Tiamat 那水星在这个地方它叫做MuMu 太阳叫Epson 第一个阶段 这三颗星球 第二个阶段 太阳系里面又多了两颗星球出来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火星跟金星 叫Lamu跟Lamu 那第三个阶段呢 就多出来就是外围 现在是两颗大型的气体星球 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木星跟土星 那在苏美文明里面呢 称它为Keisha跟Enisha 那第四个阶段才是外围的这个天荒星跟海湾星 那这个就是苏美文明里面记录的太阳系的这个形成 那这个时间当然是非常久远之前 那形成这个四个不同阶段 形成这么多颗的星球 当然这个时间也是无法想象的遥远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 这一页讲的就是经过碰撞之后 你避露星球就变成 它在被拉到太阳系就变成太阳的一颗 绕着太阳钻的一颗星星 就跟太阳系里面九大行星一样 那它绕太阳的轨迹跟其他太阳系里面 星球的轨迹不一样 其他星球轨迹都是逆时钟在转 你避露它是顺时钟在转 有另外一个我们大概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有一个绕日的彗星 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它也是顺时钟绕着太阳在转 那它在出现在我们地球人类的眼前的周期 大概是73年 73地球年大约73地球年 它就会在人类的可以看到的 可以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 就是我们大家家里的这种小型的天文望远镜 都可以看到的 这一颗哈雷彗星 那哈雷彗星为什么会是 逆时钟在转呢 而不是跟其他地球的星星逆时钟转 根据这个苏美文明的记录 它哈雷彗星也是因为 在那一次地球的激烈碰撞 就是它进来 它的彗星跟地球激烈 它的卫星 你比如的卫星跟地球的前身激烈碰撞之后 撞出来的 撞出来的一颗比较大的 这个算是陨石了 那它因为它是 后来它有一个轨道 它被撞出来的方向 这个动力的撞击 就像撞球一样 你一撞 结果刚好撞到这块球星的时候 它就跟着原来母球的方向在绕 所以它才会变成 从地球脱离之后 它才会变成这个顺时钟的方向 在太阳系里面绕 那你毕竹星球转太阳一圈 需要的时间是3600个地球年 这个是苏美福明告诉我们的 那这里也隐含着 古代的时候人类的 技术是60静位 这远古的时候是60静位 后来在埃及才演化出10静位 那10静位就一直引用到现在 那我们现在也有在用60静位的 的时间单位 我们的分跟秒这些的静位 都是60静位 那60静位我们来看一下 60静位跟天文有什么关系 6乘10就60了 6乘10再乘以6就360 360大约就是月球绕地球 360圈365圈 然后就等于是地球绕太阳一圈 所以这个一个小周天 一个大周天 在这里就有一个这么个概念 那你360再跟它乘以10 你就得3600 那3600这个在天文上有什么意义呢 它是地球绕太阳 3600圈 又等于是你比如绕太阳一圈 又一个小周天跟一个大周天的区别 所以60静位是一个天文的概念 衍生出来的一个60静位制度 那我们熟悉的60静位还有一个就是夹子 那现在的人没有在用 那古代人有没有在用呢 有 我在神造人那一篇里面有解释 古代的时候 人很有可能 我讲的古代是几万年前 地球到洪水之前 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也非常非常的长 那他们在记载他们的寿命呢 也许他们用的单位就是夹子 而不是年 而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 地球绕一圈就算一年这样子的计 的这个的算法 对寿命的算法 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夹子 一个夹子这样算的 我在神造人那一篇里面 讲到那个诺亚 诺亚这个在苏美文明里面 记录里面他的名字 不对不是诺亚是亚当 亚当他的名字在那个 苏美文明里面的时候 他叫做阿达帕 那阿达帕的寿命 跟这个旧约里面讲到的亚当的说明的 之间的比对的时候 有解释这个 接下来讲的是这个神族 到地球上的神族的王室成员 这个是第十代王 讲神族的时候有解释比较多 这里我们就页面上这个 我大约解释一下 神族那个时候 在他们移民地球的时候 是阿努王的时代 阿努王的三个小孩 英奇、尹利尔和尼玛 英奇、尹利尔是两个儿子 尼玛是他的女儿 这三个是阿努王的 等于是王室里面的王子 跟公主 那英奇有个儿子叫玛杜克 尹利尔跟尼玛生了一个儿子 叫尼尔塔 那这两个 玛杜克和尼尔塔都是 在他们原来的 原乡 就是他们尼比鲁星球上出生的 其他的全部都是在地球上出生 所以你看到的 像这个伊斯科、月神、星、乌图 太阳神 还有这个尼基斯 这些其他王室的成员 都是在地球上出生的 那玛杜克取的太太是 叫萨帕尼特 萨帕尼特其实是后来神跟人 混血的后代 我刚刚讲的这些 像什么伊斯科、月神星、乌图 这些他们都是百分之百的 纯的神族的血统 他没有跟人类混血 但是玛杜克就取了萨帕尼 萨帕尼是人类 智人的后代 我讲赵人类那一族 我讲得比较清楚 讲得比较仔细 那这里不能讲仔细 讲仔细就讲不完了 那取了萨帕尼之后 他生了后代 所以神族到后面后面的后代 其实神跟人类有混血 所以他生了后代 那不,那不就是神跟人的混血的后代 跟智人的女儿生的 好 那这个大概就介绍这样子 那安unaki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们讲说可能 各位有时候多多少少也会从网路上 其他的传播媒体上 听到这个安unaki这个名词 那安unaki在苏美文明里面 就他这个因本身的意思就是 从天上下来的 安的话就是讲安王朝 就是代表他们的星球 就是安un的王朝就是安王朝 ki就是到地上来 ki就是地球 所以安unaki就是天上下来 到地球的 那这里多了一个五十位 五十位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是Sitchin先生写他的书的时候 他很强调这个五十位从天上下来的 因为他的解读就说 他们的宇航舰到地球来一次都是在 五十位他们的宇航员 所以在一趟任务下来就是五十个 一趟任务下来五十个 他们的任务是有轮調的 他们最多的时候在地球上有六百位 那另外还有这个火星那个时候是他们的中继站 火星中继站再加上这个中间穿越啊 飞越的啊 这些大概加一加有九百位 他们最多的时候他们出来 出任务的有九百位 好 那大约讲一下四十五万年前呢 第九代的王 就是安un王之前的一个王 叫做阿拉鲁 会王阿拉鲁 他被安un王推翻了 他就架着他的宇航舰就逃到 离开尼比鲁星球 降落在地球的波士湾上面 那个时候的他们的母星球啊 这个尼比鲁这个星球上呢 他们的这个大气层受到破坏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找出解决的方案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最后找到的答案 就是要用金子 把它气化以后 想办法把它气化 散布在他们的星球外 高空的这个大气层上面来保护他们的星球 那个时候他们想出来是这个办法 所以会王阿拉鲁到地球呢 主要也是因为地球上有金子 所以他来了 然后四十一万六千年前呢 安un王呢 这个中间有很多故事 在神族那边讲的比较清楚 这里我就不多讲 四十一万六千年前呢 安un王到地球来 地势下来 下来以后 他就决定了采金 要怎么采金 到辉州去采金 这中间的作业 还有两河流域上的陆地上 他们原来在波士湾 他们上了陆地之后 也是在两河流域的南边 南端这一带 他们要建各个不一样的基地 医疗城啊 冶金城啊 辉航的航管的这个基地啊 这些 所以四十一万六千年前 安un王来了以后 就只是说要扩大地球的采金作业 那一直到三十六万年前呢 他们完成了两河流域上 宇甸园上面的各个基地 还有在北方的巴尔贝克 那个是属于大型的 宇航舰降落的地点 对基地啊 李巴嫩境内 现在李巴嫩境内的山区啊 雪松林山区 巴贝克 现在这个古迹海流域叫做 被称为丘比特神殿 我在另外一讲 讲这个地球上 现在尚存的神族遗迹里面 就对这个地点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好 那他们完成了这个各个基地 还有火星上的终极站 所以他们开始的这个 他们原来规划的作业 从贵州彩金 送到两河流域冶炼 冶炼好以后 由这边的基地往火星送 那火星集中 就是等于是一个终极站 一个 一个黄金的集散地 把黄金集中在火星 那他们大型的宇航舰进来 进入太阳系之后 他们就到火星把它载走 他们就不进地球了 那到火星的重点是 因为火星上面有水 他们可以用 所以他们在那边建的基地 火星的空气他们不能用 所以他们出了基地都要带头盔 那另外呢 就是火星的这个引力 低星引力是地球大概一半 一半不到吧 好像 只有地球一半 所以他们的宇航舰进出 就相对的安全容易 不像进地球这样 所以呢 他们就选择了火星 当他们的终极站 那36万年前完成了这个 他们就开始这样大规模的作业 延续了6万地球年 到30万年前呢 来出差的这些年轻的宇航员啊 这些必须下矿坑里面去挖矿的 受不了 受不了矿坑里面这种工作 这个工作 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健康 让他们就很容易生病 这个他们来出差啊 就像轮調一样啊 像当兵轮調一样 到地球来出差完了 回他们的母星球 这些年轻的宇航员呢 一回去以后呢 生病啊 死亡啊 就不久就接着发生 年纪都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来得要短 所以这个作业方式就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他们就 代工啊 罢工啊 到最后又威胁啊 威胁他们地球上的指挥官啊 这样 所以30万年前 他们就决定要造原始工人 用基因工程造原始工人 那这个原始工人 也就是后来 我们人类考古学 呈之为尼安德塔人的 这一组 这个人类 那这个造人的细节啊 关于造人类的细节 我在神造人这一讲里面 讲的比较多 那这里我就 主要就提到这个 那30万年前造人之后呢 这个就 也不是一造就成功啊 这里面也是很多曲折啊 很多细节啊 很多这个变化 那后来成功了以后 他们就 踩金的状况就获得改善 获得改善之后呢 就这样子就 这个作业方式就 又延续了 将近快20年 20万年 不是20年 抱歉 20万年 这是很长的时间 一直到这个 11万年前呢 有别的问题 又使得这个神族的指挥官 英吉 就是安努王的大儿子英吉 神英吉呢 就想出了办法 由他自己跟这个 这个精英工程造的 这个原始工人的女儿啊 就交配 就生了一对这个智人 就是我们现代智人的 真正的祖先 就是克罗巴南人 这个智人就是旧约里面的 亚当跟夏娃 那这个亚当夏娃 旧约的亚当夏娃 其实是把 30万年前跟11万年前 这两次不同 造人的这个故事 把它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亚当夏娃 这样旧约里的 那在苏美文明里面的 这个故事就比较 讲的内容就分得很细 所以就有分开的 基因工程造的原始工人 跟后来神跟人类 生的这个智人的后代 那在苏美文明里面 就不称为亚当跟夏娃 他称他为 阿达帕跟蒂蒂 这个女的叫做蒂蒂 那阿达帕跟蒂蒂 就生了该隐跟亚伯 这名字倒是一致 跟旧约里面一致 那跟南美洲最有关系呢 是该隐 因为该隐杀了亚伯 被放逐 被放逐到哪里呢 这个旧约也讲说 挪德之地 总的旧约也讲说 把他放到挪德之地 那挪德其实是一个译音呢 他是从这个古希伯来文的 NOD NOT 这个音译过来 那古希伯来文对NOD的解释 这个字意是什么 是飘荡 是流离飘荡 他不是一个地名 他是流离飘荡 所以他实际上是要形容 该隐被放逐到远方流离飘荡 那在苏美文明里面的解读 跟后来其他的验证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因为该隐后来 是被放逐到哪里 中美洲 就是墨西哥 今天墨西哥的境内 离开两河流域那么远 就神后来没有杀他 因为他杀了亚伯 神没有把他处死 但是神把他放逐到这么远的地方 让他去流离飘荡 这个是11万年前的事 那在11万年前 智人出生之前呢 有一个天象毁了火星基地 就16万2000年前 太阳系内层的七颗星球 排成一个直线 那排成一个直线呢 火星刚好是第一颗 面对着这个陨石带的这个星球 所以这七颗星球排的一个直线呢 就造成很大的引力 把陨石带上面的陨石 就往这七颗星球的直线中心 就吸进来 所以就打击了火星 也打击了月球 那地球受到保护 可能受的伤害比较少 所以我们说月球 绕着地球转了 它是固定一面让地球看了 另外一面地球看不到 就是地球的背面 就月球的背面 如果它地球看到的是正面 那月球的背面 他说月球上面有很多坑洞 坑坑洞洞 那这个是不是十六万两千年前 那一次的这个天体 形成的这个事件 由陨石带飞进来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陨石 打到月球上造成的呢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那接下来讲就是 五万年前 生了自然之后呢 五万年前地球就进入冰河期 那进入冰河期 里面有个重点就是 神跟人类 才真正的 大量的这个通温 这个通温呢 是由谁引起呢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神马杜克 就等于阿努瓦的第三代后代 在地球上的第三代后代 他坚持要娶这个人类的女儿 萨帕尼的 他娶了萨帕尼 就开启了一个先例 本来神族跟人类啊 是井水不换河水 是不准通温的 那因为他娶了 就造成神族的宇航员呢 就下台抢老婆 抢人类的女儿为妻 这个在就业里面有写到 大量的下台抢 那多少下台抢呢 苏美文明里面讲的有两百位 有两百位乙航员下来抢老婆 所以这个量就很大 那他们后来延伸出来的 这个神跟人类混血的后代啊 这个后来越来越延伸 数量就越多 那后来他们这个也是 地球各个地方都有 他们去的这个足迹 所以我们在谣传里就说 地球以前有巨人族 确实有巨人族啊 这些后代后来就是身材很高大 大概就有八尺高 平均大概在八尺 上下七尺八尺九尺 这么高大的 那这个就跟MBA那个巨人球星 差不多 跟今天我们看得到MBA巨人球星差不多 我们从他们的面前走过 这个大概就大概在他们的胸前 一般人一百七一百八十公元 就大概就在他们的胸前 就挨了一大截这样 好那这个是五万年前的事 我们待会还会再讲到 那一万三千年前的洪灾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的时间历史的分走点 地球洪灾造成的原因 就是因为MBA巨球那次进到太阳系里面 跟地球是从没有这么靠近过 再加上五万年前进入冰河期 在南极累积了很厚的这个冰层 那你比如星球一进来 它的引力呢 跟地球非常靠近 刚好是南半球南极是跟它最靠近 所以它的引力就造成南极陆地上的这个冰层的崩裂 崩裂以后就不稳定崩裂 那就一味就掉到海里 那这个事情是等于是在时间轴上 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内就整个就发生了 就造成南半球的海水大量的往北半球跑 就溢过来 溢过来以后这样来回就等于是波浪一样 来回有七次 就好几天有七次的这个海水浴沟来 就造成地球上 不管你是尼安德塔人或智人 基本上是灭掉了 除了很少数被神族安排去避难的 还有诺亚的一家 这个就是旧约告诉我们的 之外其他的人类跟生物基本上都灭了 在陆地上跑的生物都灭了 那这个在地球轰载以后灾后的重建重心 有神族的重建重心 这个我在讲神族的时候有讲的比较细 那另外呢跟我们这一讲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南美洲的 神族在南美洲找到黄金的源头 灰洲的金矿被淹没了 被那个海里面的这个淤泥 把它都填满了 填满了以后你没办法 不可能再回灰洲里面去采矿了 那他们刚好发现这个南美洲 安地石山上面有金矿 而且这个金矿是金砂矿 所以就比较容易开采 所以他们就把采金的重心 从辉州这个运作的重心 两河流域 整个就陆陆续续往南美洲搬过来 那这个也是南美洲化展史里面 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 我们在这一讲里面的中间这一集 主要的就是讲南美洲 就是洪灾以后南美洲的这个神跟人 在那边的活动 造成了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文明的发展 那接下来就5800年前 阿努王第三次到地球 那第二次是在那个火星基地被毁了以后 他又到地球来访问 那第三次等于是洪灾之后 地球洪灾之后他来了 他来地球 这个时候因为大概地球上的 这个彩黄金的新的这个中心 建设这些大概都比较成型了 所以他来 他等于来探访 来看看这个彩金作业 那在这一趟里面 他们神族在地球上的王室 他们自己讨论 发现这个原来在洪灾之前 创造万物的主 有派特使到地球来下指导旗 告诉神族的王室成员 要怎么样这个安排避难 安排这个灾后的地球重建工作 要为智人留后 也是神族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这个创造万物的主派来的特使 后来他们自己内部开会以后发现 这个原来他们在地球上的神族 本来以为是阿努王派来的 那阿努王说没有 他没有派任何特使来 所以他们后来才发现 这个应该就是造万物的主 来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来 来这个重建地球 那他们也认识到地球的主权 最后是属于人类 就是智人 属于我们 所以五千八百年前决定把地球交给人类 所以神族就开始教导人类 各式各样的这个知识跟技能 要把这个建设地球的工作 就慢慢地交到人类的手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六千 简单来讲就是五千八百年 六千年前 这个两河流域 人类的文明开始发展出来 以前就是安安静静地跟着神 在过日子的这些人类 敬拜神 敬畏神的人类 慢慢地居然神主给他主权了 叫他要来管理这个 管理地球 管理两河流域的城邦 新建的一些这个城市 就交给人类的王来管 就慢慢地就有一个这个过渡 从神到人的过渡 这也就是人类的文明 我们所说的什么 大概在五千多年前 六千年 接近六千年前的时候 人类的文明从两河流域 就开始灿烂起来 就有记录啊 文字啊 这些东西来记载 人类的这个行为啊 人跟神之间的这些信仰关系啊 好 那一发展出来 就有陆陆续续有一些事件 这个巴比伦事件 在接下来巴比伦事件 影响到这个非洲神族的移民 一部分神就移民到中美洲 那这个我在讲神族的时候 讲得比较仔细 这里我要讲的重点就变成是 非洲移民到中美洲的神 这个又是在美洲的 美洲史上面算是 我的上中下里面的最后一步 就是下这个部分 会解释到的就是 非洲的神移民到中美洲 带着工匠到中美洲 是5130年前 后来呢 又发生了4000年前的河报 河报以后呢 把新来半岛上面神族在洪灾以后 建设的这个航天中心 航天基地整个就毁了 河报毁了之后 河报的这个 河报城 这些辐射有害的辐射物质 被地中海的风往东边带 就带到两河流域的南边 神族引力有神引力有这一族的 主要的基地的这些地方 居然就把这些地方全部灭了 你河报一下来 辐射毒物一下来 人类都死了 人类就灭绝了 这个地方就变成不能住了 神族能逃的逃 那里面也有神族的成员 在里面牺牲了 因为这个事件牺牲 所以这个地方就被放弃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苏美文明在离现在 大概4000年前 就嘎然而止 一个在蓬勃发展的文明 怎么就突然间就停下来 就消失了 就不见了 就是这么回事 最后神族是2600年前 从南美洲 密努境内的NASCA 那个地方大撤退 这样子大概就把这个故事的背景 跟美洲有关系的 大概就点出来了 这个接下来要讲的是 神在非洲采金矿 这个刚刚有提到 非洲采金矿 你右上角这个图 就有两个重点了 你看到在战比齐核流域 这个右下方 这个就是战比齐核流域 这个有比较深的颜色 来凸显出来的 这个就是战比齐核流域 那在这个流域的圈出来 这一带呢 就是神主一开始开矿的地方 他们开了矿以后呢 就靠着这个战比齐核 就往河口送 送到这个印度洋的海边 会坐东边这个地方 会坐东岸的这个地方 这个红点 右上角的这个红点 图里的红点 他们在靠着这个船 把它运到两河流域 到那个野津的地方 他们的作业的程序 就是这么回事 就很固定的就这样跑 靠着船运到这个 两河流域的野津层 那最后再由那边送出去 那左边这个图 就是等于是一个 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文字叙述 其实都是很少 主要就是靠图 图样来传递古时候的历史跟讯息 所以这个图告诉你的是什么 那图上面当然有一些 写行文字刻画在上面 那写行文字的刻画就很简料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在 在看的那个漫画书一样 主要还是靠图来传递 这个故事的讯息 那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灰洲左上角这个图 这个泥板上面画的 就是灰洲采矿 那个时候神族下去采矿 都是裸身下去 采矿的工作是很累很苦的工作 上面就这样表示 然后你看到这个中间 这个辉行器就把黄金金矿 你看这个金矿是什么形状 是元宝的形状 像不像我们现在 你如果以为中国的元宝是中国柴油 可能这个就错误了 在两河流域谷的时候 留下来的这个历史资料里面 就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的神 把他的金矿 就做成金钉一样 一定一定的元宝 金元宝 就往这个灰心器里面放 由灰心器再往火星载 送到火星去 那他们这个采矿的地点 是在灰州 那灰州 Appsul这个地方 是神银器在管理 是阿努王的大儿子 神银器在管理 那左下角这个图 这个刻出来这个板 这个就是银器 神银器代表的这个 一个象征 他这个 在战比七二流域这个地方 就是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水草丰美 鱼鸟丰富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水量 这个草原有丰美的这个 丰美的草原 上面有很多生物 像鸟啊 河里的鱼啊 这些还有在 这上面奔跑的各种动物 地球上的原生物种 各种动物 我们在刚刚前面的这个 讲到 就要造原始工人 要讲到这个原因 为什么要造原始工人 造原始工人 并不是得到大家 神族一致的同意 这个 阿努王的第二个儿子 尹利尔 神尹利尔就反对 因为这个宇航规则 是不在低等生物的星球 制造高等生物 所以你在地球里面呢 没有这个人类 这个就是听话的人类 这个物种 你去制造这个 这个就违反了这个宇航规则 第二个呢 不应该要蓄奴 他们原来的星球上 有这个蓄奴的这个 这个行为 到后面的 他们的文明发展里面 也都把这个禁止了 不准蓄奴 那你到地球上 你要造 一个原来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这个物种 原始工人 又要把他当这个奴仆来用 所以神尹利尔是非常反对 那反对归反对 可是他们自己的宇航员 神族的年轻宇航员 又不愿意下坑框 去工作 不愿意下去 采金矿的这个矿坑里面工作 所以怎么办 所以最后还是由 他们的这个 你毕如这个星球上的王庭决定 王庭决定就是要造原始工人 免得影响了他们这个星球的存亡 那所以三十万年前 他们就在这个占比七合流域 利用当地的原生物种 用基因工程的方式 由神尼玛、神尼玑士、Zeta 还有神银器 他们三位来主导 这个基因工程造人的计划 这造人经过 种种克服种种的困难 最后是总共造下八对 黑头的男女 他们简称到为黑头 因为他们是 晖宙当地的这个原生物种 是直立猿人 直立猿人是 其实是比较接近瘦 那这个基因工程造出来的人 这个男孩子 男性的皮肤都偏黑 就黑头 就是偏黑色的 反而是他们基因工程造的女的 就是皮肤比较白 头发比较金黄这样子 那他们造了八对 造了八对出来 他们一开始是一一配对 除了一开始的第一对男女 叫做阿达姆跟Tiamet 男的叫阿达姆 女的叫Tiamet 这也就是旧约 为什么称他为亚当 那在苏美文明里面称的第一个 基因工程的这个男婴 出现的第一个男婴 他们称他为阿达姆 阿达姆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为了纪念造成的这片土地 就是当地这片土地 所以他们来取名字叫阿达姆 那第一队的这个阿达姆 跟这个女孩叫Tiamet 这第一队他们把他放到这个 神主把他放到两河流域上面来 他没有放到非洲 放到两河流域上面 他变成一个展示品 以后这个放在移电园里面 那就给这个神主大家来参观 就说有希望 这下我们造出人来了 这个以后大家就不用下矿坑里面工作 这个有希望 那后面七队放在非洲 结果发现这一队队配队都没有办法生育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重新去 去这个研究这些基因工程人 原始工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DNA 那神主发现他们里面没有掌管生育的 的这一对 他们缺了这一对人射体 所以后来神族他们这个 尼玛尼基斯基塔跟神殷奇三个 射体下决定 这个就没有报给这个王庭了 射体下决定 直接从神族的身体里面 取出XY散射体 分别植入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阿达姆跟这个TMA这一对的身体里面 那这一对原始工人身体接受了这个主管生育的这个染色体之后 行为上也开始变化了 就不一样 行为不一样 那结果神灵你有看到 因为他们是被摆在伊甸园的嘛 两个留意的伊甸园上面 神灵你有看到以后大怒 他发现这个行为不对啊 他说这怎么回事 他一问清楚了说 居然把神的染色体直接就植入原始工人的体内 哇他很怒啊 他说你们这恶搞 一开始他就反对嘛 他说你们恶搞 你们本来是要改他们的基因 用我们的基因去改他们的基因 说这个什么原生物种啊 你这样改他 他们不会跟我们一样啊 你最后把他们的染色体就直接往他们身上里面摆 植入染色体 那你现在在干嘛 他非常生气 你这个这个等于是已经脱离原来 大家同意的这个原则上去做事情了 所以他很怒 他才会把这个阿达姆跟Tia美这一对呢 就是旧约里面的亚当小孩就赶出遗殿园 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觉得奇怪 为什么神看到他们用叶子遮身体 他就不爽了呢 神就不爽了就要把他赶走呢 如果你看苏美无明里面 你就会知道这个来龙去脉 他背后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神尼利尔会 当然旧约里面没有告诉你是神尼利尔 他旧约里面的神 他还没有跟你分说是神尼基 神尼马 神尼基 Zita或者是神尼利尔 他都用神 那我们都以为是同一个神 其实不一样 不是同一个 他们是神没错 因为在我们人类的眼里 他们就是神 但是他们并不是创造万物的主 这后面 我在我讲那个神族的时候 这个还有神造人的时候 这个都有交代的很清楚 就神族跟创造万物的主中间的区别 但是这个地方很简单来讲 就是神尼利尔知道以后 大陆就把阿达木跟Tiam这一队 工人参观的 宇航员参观的这一队 第一队的原始工人就把他赶走 叫他们不要再待在伊甸园了 不要丢人线园了 他看了怒 就把他赶到辉州去劳动 这一页要解释的就是 造人的一些 比较简单来讲造人的细节 神尼利尼玛跟神尼利尔在 东南非洲的阿达木 这个地方的生命之屋 House of Life 用基因工程造原始工人 他们用的是直立原人 当地Homo erectus 直立原人的软子 女性的直立原人的软子 他们加上一些神株的基因 去培养出 可以听话 可以跟他们沟通的人类 可以帮他们下矿坑里面去挖矿的 这个直立原人 在他们版画里面的形容是什么 就是左边这个图像 左边这个图像是Homo erectus 是博物馆里面的 根据直立原人 我们挖到的这个地球上挖到的 考古人类挖到的这些骨骼基因里面 还有他那个头骨的形状去建构出来的图样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图样 直立原人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那两个流域里面的记录的版画里面的记录 当然是全身的毛划 但是这些呢 就跟兽一样啊 他们在非洲当地是跟兽生活在一起的 跟兽群在草原上 大草原上奔跑 跟他们一起在玩乐玩耍的 所以这个泥板 这个头像下面这个泥板 就是苏美文明里面记录到的直立原人 那在右边的这个泥板呢 就是为了庆祝说 他们造人成功 造人成功有两个突破点 我在造人里面讲的比较仔细 一个 这个地方讲的一个突破点是 用当地的土造容器 用这个容器呢 来培养这个受精卵 这个是一个突破点 这个突破点呢 解决了很多人类 这个管神经 管内脏 管内分泌 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这个身体構造上的一些缺陷 就因为当地的土里面含有金 含有铁 含有铜 这些元素 到了人的身体里面变成的 都是很需要的元素 我这里理题讲一下 就说澳洲 好像是澳洲吧 的研究人员 在前几年他们发布的这个研究报告 里面有提到 就是患这个老人症的 这个 Parkinson disease 这个身体会抖的 神经系统会 就是没办法控制的 这个 这些这个患者 的脑神经细胞里面呢 的那个铜元素 缺乏 就是比正常的 脑细胞元素里面的铜 它的含量要低很多 很明显的低 所以你可见这个铜 我们都知道铜 有一些已经知道的用途 比如说避孕的这个 的东西啊 这个 跟我们的身体有相容性啊 这些东西 但是 神经的这个 脑神经上面 铜元素 这个倒是 这几年才出现了 这个医学报告 那铁跟我们的造学功能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 用当地的土 制造出来的容器 去培养的这个 受精卵 然后再用受精卵植入 一开始 他们是放到这个 这个女的直立猿人的子宫里面 去培养 培养出来 都无法沟通 就是接近寿而不是人 所以后来他们用 他们神主的女性 当做育母 把受精卵植入 他们神主女性的子宫里面 培养出来 这个出来就对了 这个出来就有办法 跟他们沟通 就等于是听得懂神讲的话 也可以简单的这个回答 大概不管一一五五 或者嗯之类的回答 表示他们听得懂 这个简单的沟通 都有办法了 所以直立猿人 就这样子就跳到 尼安德塔人 就开始进入智人的 这个前半段 尼安德塔人 那神托斯 这个是神托斯的这个图像 在埃及的这个 的文明里面 是叫做神托斯 在苏美文明里面 叫做神 尼吉斯贼塔 所以右边是神 尼吉斯贼塔 左边下面呢 是埃及的神托斯 埃及的神托斯 用的是诸禄的头 然后他代表的就是 他是一个公益之神 他有懂 他这个等于是一个 很好的工程师 你看他 巴友他也会 然后这个 另外 埃及那两颗 这个金字塔 留下来 现在四人还在参观的 金字塔 出名的这个 古夫金字塔 基萨那个地方的 古夫金字塔 也是神托斯设计的 那神托斯在 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呢 就变成爱马仕 公益之神 爱马仕 爱马仕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代表的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顶多你知道 他是公益之神 但是他的源头 是埃及的神托斯 那埃及的神托斯的源头 就是两个流域 苏美文明的 神尼吉斯贼塔 神尼吉斯贼塔 就是右边这个图 这个刻的这个图 它背后有两个像舌头 或者看起来更像龙头 那这个代表就是 那个双骨螺旋 造人的人类的DNA 那个双骨螺旋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二十八万五千年前完成了这个赵的尼安德塔人 那十一万年前呢 神英吉跟这个原始工人族的女性呢 剩下第一对智能 剩第一对智能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粮食不够了 没有办法应付啊 这么多年啊 几万年来 十几万年来 这个延伸出来的这么大量的这个 这个黑头原始工人这一组 不管是在非洲 在两河流域啊 这个都变成一个压力 变成神族的这个生活上的资源 就没有办法应付 所以神英吉呢 那个时候他 想方设法 最后他想到的解决方案 就是要造智能 造智能他是没有报备的 他是偷偷私底下去做的 所以他偷偷的这个到河边 找了这个原始工人族的两个年轻的女性啊 他就让他们受孕 跟他们交配受孕之后呢 结果他们剩下第一对这个智能男女 就是我刚刚讲的阿达帕跟蒂蒂 那这个也就是现代智能的祖先 克罗马隆人 我们就是现代智能的后代啊 那就古时候智能的后代 我们就现代人啊 那阿达帕跟蒂蒂呢 剩下第一对的双胞胎 就该隐跟亚伯 那该隐跟亚伯 他们名字的意思呢 在苏美文明里面 该隐叫卡印 那亚伯就阿宝 那卡印呢 他的意思叫做种地长粮 他的学习的技能就是 做农具 去耕田地 去长粮食 那亚伯呢 他的名字的意思呢 是引水来长牧草 他的技能是懂得怎么样去做 这个祈祷 引水进来 灌溉祈祈祷 然后去让这个水量可以均匀 可以长 把牧草长得漂亮 长得好 为了养羊 为了畜牧用 所以该隐跟亚伯 原来在神应期的计划里面 就是要 就是要做 帮这个神 解决这个粮食问题 他们的后代就是要来负责这些工作 没想到 没想到该隐把亚伯杀了 那该隐又被放逐了 最后神只好这个在祝福 就会里面讲的神祝福 在这个 没记错的 好像是在这个亚当130岁的时候 神又祝福他 让他又生 开始这个又生小孩 所以他又生了第三个儿子 塞特 然后他的后代 才真正的肩负起 做粮食的 肩负起生产粮食的任务 亚当跟夏娃根据旧约讲 他后来又陆陆续又生了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子女 这些就是他后代还原出来的 就等于是智人族的后代了 那我们这里跟美洲文明 比较有关心的就是该隐 那该隐他 不小心打死亚伯 他把亚伯打死以后 他被判放逐啊 他就是被放逐到这个 中美洲来 我们待会的话 到那一夜的时候 再仔细跟大家讲 该隐他 他被放逐 他是跟着他同父 应该是同父同母 那个时候还没有异母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跟着 旧约的亚当夏娃 苏美文明里面的是 这个阿达帕跟梯梯 阿达帕跟梯梯的后代 的女儿之一 就是阿丸 该隐跟阿丸 一起被放逐到中美洲来 何以见得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那这里我就提出来一个 一个很明显的 这个论述点 就是旧约里面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挪德之地 中文的旧约所说 该隐被放逐到挪德之地 那挪德是哪里呢 古希伯来语 古希伯来文里面 古旧语里面写的就是not NOD NOD的意思呢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飘荡 就是到遥远 那个书美文明里面讲的就是 land beyond the sea 在海的另外一端去飘荡 遥远的地方 land beyond the sea 就是离开 从两河流域离开 海的另外一端的 陆地上去飘荡 那这个陆地在哪里呢 旧约里有提到 该隐的后代的 他的儿子呢 他的长子叫Enoch 好 那我们就来查咯 今天的这个中美洲啊 有一个城 大家都知道的是墨西哥市 就是墨西哥的这个首都 墨西哥市 墨西哥市这个古代的名称呢 叫Tenochtitlan Tenochtitlan呢 是什么意思啊 这拿花头这个当地土著的语言啊 拿花头这个语言的Tenochtitlan 是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Tenocht后代之城 Tenocht的后代的城 Titlan就是城池 城的领地啊 居住的地方 那Tenocht跟Enoch 西庆先生在他书里就 就写出来就说 这个应该是指的就是Enoch 只不过呢 在当地土著的发音啊 的语言里面呢 就多了一个T的头跑出来 T的音跑出来 好 所以实际上他们说 他们是Tenocht的后代 他们其实是Enoch的后代 那这些原住民呢 讲他们就是Enoch的后代 那Enoch后代也就是该隐的后代 好 所以这个旧约里讲说 啊这个该隐 他的长子叫Enoch 那他为他的长子造成 也把那个城叫做Enoch 用长子之名来 来命名他造的这个城市叫Enoch 用石头造的城 好 那这个就是Tenochtitlan的墨西哥的历史 墨西哥市的远古时代传说下 留下来的历史 所以这两边就可以match 那左边这个图下面中间 这一页中间 左边这个图 讲的就是Aztek 阿斯特克这一族的那个古代的时候呢 他们的那个 他们这个Empire 等于是他们那个古代部落兴盛的时候 他们部族的中心呢 就是在Tenochtitlan这个地方 那右边这个图是西班牙人军队在16世纪初的时候 入侵这个登陆的中美洲 登陆中美洲后入侵这个古代的Tenochtitlan这个城 那个时候是沼泽地 就像下面这个右下方这个图所显示的 这个是个沼泽地 你必须透过他们建构的这些水上的步道呢 你才有办法进入这个这个古城的中心呢 那今天这个这些遗址 你完全找不到 因为墨西哥市是2000万人口的都市了 所以你今天在墨西哥市 你完全找不到以前古城的遗迹了 有一些地点 他们立个背告诉你这以前是什么 因为他们当初在建成的时候 其实古迹也全部把它毁了 毁了以后你现在回去找也找不到 你当初想留 没有留 该留没有留下来 你现在只能根据以前留下来的文献 去那边建个背纪念 说这个地点以前是什么 那个地点也是什么 所以在墨西哥市 如果你要去找古迹的话 很难得看到一个完整的 看来一片完善的 不像在秘鲁 你到处可以看到 那神 这个尼罗塔 我们讲到该隐被放逐 是神尼罗塔把他送去 把该隐跟他太太阿丸 送到海外之地去流浪 那在阿达帕要离世之前 阿达帕活了 救援里面的亚当 等于是亚当 活了930年 所以我刚刚有提一个 甲子这个数字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数字 我说从这个西勤先生 写的这个苏美文明里面的书里 他特别有著名 我看他的书 他特别有著名 阿达帕是活了15个夏 等于15圈 你毕竟转太阳 转15圈 15圈是多久 5万多年了 5万5千年了 那5万5千年 怎么会苏美文明里面 记录阿达帕活了5万5千年 旧约里面的这个亚当930年 这中间差多少 刚好差了一个60的倍数 所以我才会说 是不是古时候 那个时候人类的寿命也很长 有几万年的地球年的人类寿命 而那个时候他们去记录人类寿命呢 他们用的不是现在地球年的一个周期 他们用的是一个甲子 这个单位 所以他们以前古时候记录下来 它是930个甲子 那这个甲子原来他用的字 当然也不会是我们了解的甲子 他用的字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cycle 或者是一个什么unit 或者是一个什么 那这个字慢慢慢慢被解释以后 流传到最后就变成一年了 就是我们现在人了解的一年 那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Anyway 神尼勒塔把该你夫妇送到 Nart这个地方 Land beyond the sea 这么远的地方去牛纳 去牛纳之后 在阿达帕要离世之前 神尼勒塔还去把该隐找回来 为他到伊甸园这里 为阿达帕送终 所以这个就可以表示什么 第一 该隐跟阿婉当初被流放的地方 他们一直都没有走远 没有离很远 他们一直就在附近住 那他们的后代也在那边还原 所以当神尼勒塔要去找该隐夫妇的时候 他可以很快的把他们找到 又把他们送回去 送回伊甸园 他把这个他没有讲夫妇 他书里记载的是把该隐 这个再带回伊甸园来送他的父亲 阿达帕 所以可见这个地方的几个连结 才推理出来说 当初他被放逐 该隐被放逐 是放逐到今天的中美洲 墨西哥的境内 到今天我们在南美洲 还看得到该隐的后代去过 古时候该隐 很可能是该隐他们当初被放逐以后的 过日子的方式 他们几百代以前 祖先教他们生活上的技能 他们在阿马逊森林里面 亚马逊运河森林里面 这些原始的部落 跟人类隔离的原始部落 他们过的日子的方式还是那样 他们还是在做简单的农耕的生活 靠狩猎 简单农耕的生活 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 该隐的后代一开始去 可能也就是这样过日子 懂得 因为该隐神教他是教他农耕 叫他种地长粮 所以他学到这个东西 阿丸学到最多最多 也就是支部 支医 因为Titi阿丸的母亲 Titi 这个神族是有记载 有教他一些纺织 教他一些手工艺品的技能 我们就推理说 那Titi也会教给他的女儿阿丸 类似的东西 但是阿丸等于是年轻的时候 就被放逐了 所以他学了可能也就不多 就这么一些简单的技术 所以你说 该隐的后代 他们在中美洲生存的时候 他们的祖辈 他该隐跟阿丸 他交给儿子 儿子再交给孙子 这样一代代下来 他们能教的东西很有限 那就是一些基本的 耕种的一些知识 一些生活上需要的 穿衣的知识 就这样 B体的知识 那你看看这个图里 现在这张里面 你有两个图 一个就是 这个都是在 Amazon目前还 跟现代人类 这个隔离的 这些原始的 这个原住民的部落 那你看这下面这一张 原住民这些部落 这些男性 你看到他们的下巴 这么光滑 美洲的土著 是用好的刮胡刀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都这么光滑 其实不是 如果按照旧约里面 这个叙述的记录的内容 那该隐被放逐之前 神在他脸上做的记号 免得他的后代呢 被杀法 被杀 被追杀 被追逐杀 就是大家以后碰到了 不晓得 这一组会灭另外一组 所以他脸上做什么记号呢 他的后代才能够保留下来呢 就让他们不长胡子 那这个不长胡子 这件事就是要改DNA了 那改DNA是谁做的呢 就是神 你给Zita 操刀的 他去改了 改你的DNA 改了改你的DNA 他的后代就不长胡子 所以该你的后代以后 都不长胡子 所以现在在美洲 不管是北美洲 你看到印第安族 中美洲 南美洲 只要是他的DNA的成分 没有被混血混得太多 没有改太多 男性脸上都不长胡子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 这五万多年前 神马杜克 他在埃及被称为神 有些基督会称他为 叫做阿门 那为什么叫阿门 阿门的意思就是 看不到的 见不着的神 因为他常年都不在埃及 他后来在洪水之后呢 他基本上 大半的时间以上 他虽然他的领地在埃及 在纽比亚 就是我下面的圈红圈 这个地方 在尼罗河的中游 他的领地在那里 但是他长一半以上的时间 就是万年来 他有几千年的时间 他根本都没有在埃及 他一样被放逐了 那这个在讲神族的时候 讲了比较多 我这个地方就不讲到那个地方去 那这里要提的重点是什么呢 最好提的重点是 刚刚有提到 这神马杜克 在五万多年前 他要取阿达巴跟亚当 就是亚当跟那个夏娃的后代 他女儿叫萨巴尼 当妻子 他坚持要娶 结果这个神族的指挥官 挡不了他 结果他这个行为呢 就造成神族 其他男性队员的不满 所以这个男性队员呢 就利用要来参加 这个以前神马杜克 当过火星基睿的指挥官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个要来参加 他们以前的同事长官的婚礼 就到地球来 结果利用这个机会来抢 人类的女儿当妻子 神族的指挥官 引力有大怒 那大怒你 可是你没办法 两百个人 不是一个两个你能处罚 你总共也就这么个 这个八九百位吧 宇航员 那你里面有两百个进来 男性的宇航员 两百个进来 抢 人类的女儿当妻子 你这个事实你也只能接受啊 接受了后可是他什么安排呢 他不高兴他怎么安排 他说你只要这个混血家庭啊 跟人类啊 有混血家庭的 你不准在宇舅园这一带居住 他把你赶到 把他们赶到这个巴尔贝克基地 附近的雪山 雪松林区啊 雪松林的山区里面居住 所以我在左边这个图 我就画了啊 圈圈的这个 左边这个图圆圈圈的是 两合律的南端啊 就是宇舅园这一带 那他不准住在这里 他住的地方在哪里呢 地中海东岸 叙利亚境内的东边的高山 这个山区 这个地方的巴尔贝克 就是他们以前 大型的航天基地 大型航天器的这个 降落起飞的地点 就在巴尔贝克这里 那这些混血家庭的 后代的小孩呢 在书里面 在Sitchin的书里面 他解译这个 苏美文明里面的记录 称他们为火箭的小孩 Children of Rocketship 所以这些火箭的小孩呢 其实就是巨人族 他们都后来 这个延伸出来 数量众多 他们这个巨人族 就是传说里面的这些 他们确实存在 那神马杜克在后面呢 他自己的家庭壮大了之后呢 神主给他的这个领地 就是Newbea这个地方 我刚刚有讲到 在这个 尼罗河的比较中游 比较南边中游这一带 Newbea这一带呢 就是变成了他的领地 当他有了自己的领地以后呢 他就召唤他以前旧的部署 就是部署 有些抢人类的女儿 混血家族说 你们如果愿意搬过来 可以来我这边住 所以 有一部分的这个混血家族呢 神跟人混血的家庭呢 就从 这个 宝贝克这个山区呢 就地中海的东岸的山区呢 就搬到 尼罗河中游的是 Newbea这个地方来居住 那火箭的小孩 这里要讲他 当然也是跟南美洲有关系 那我刚刚有提到 这个是旧约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 神从天上下来 抢人类的女儿当妻子 这件事 他们除了在 宝贝克 在这个 两河流域的 北边的宝贝克的山区 居住 后来又到了这个 尼罗河中游的 这个Newbea这个地方 之外 他们后来人数多了之后呢 神族的指挥官 又把他们分布到 遥远的东方的山区 他们书本上是这样形容 这个遥远东方的山区 那我这里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图 这个图表示的是什么 它遥远东方 你往 这个地方上面 有四个箭头 最左边第一个箭头 往右边算 第一个箭头就是在 这个 这个是 这条红线呢 是北纬三十度 所以在北纬三十度上面 画的四个地点 左边第一个是在 这个埃及的境内 第二个呢 就是两河流域的 这个南边 以电源这个地方 第三个呢 是印度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 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内 的哈鲁帕这个文明 还有这蒙佐达罗 比较南边一点 那再往 东边过来 第四个呢 就是喜马拉雅山区 这个就是神所指的 遥远的东方 东方的这个山里 遥远东方的山里 那这个就是后来一部分的 这个火箭的小孩的家族 混血家族被安排到这里来居住 这个就是今天的西藏的山区 接下来 这个时间就到了 一万三千年前的地球的大洪水 那大洪水来之前 神族他们当然就已经知道了 他们对这个太阳系内 飞行系跟所有星球的监控 他们是能够撩如指掌 所以他们事先就预测到这个 你比较星球会跟地球很接近 那这个冰河期累积的 这个厚大的南极 大陆上的冰层会不稳定 然后会有这个洪灾 所以他们做了种种准备 那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 神族在做安排的准备的时候呢 有一个特使 他就出现在地球 他是搭着这个宇航舰 跟着从尼比鲁星球一起下来 那个时候他们派大量宇舰下来 准备要撤离 机具啊队员啊这些东西 这个安排里面呢 就在其中有一趟从尼比鲁星球下来的宇航舰里面就出现一个特使 他叫做高祖 那高祖他出现的时候 他就跟神族的王室 在地球上王室自己介绍 他还拿出这个阿努王的信物 说是阿努王派他来的 要对洪灾要做一些安排 他安排什么呢 第一个 神族这个王室的指挥官啊 还有几个重要的这个 有任务的成员啊 必须要留下来 不准离开 他要留下来处理灾后的种种事物 所以他们可以离开地球避难 但是灾后马上回来 在宇航院里面单身的 而且任务接近结束期的 就让他们回这个家乡了 你单身 你等于地球上你没有 没有这个 取这个人类的女主为妻的 或者是你的配偶 本来就是你比鲁星球的 就你的血统是纯的 你比鲁星球上的血统 你们可以回去 这些就安排他们 视线就提早让他们 结束他们的这个任务啊 就让他们就回这个 你比鲁星球 那王室成员必须留下来 要处理灾后的种种事物 那取人类女子为妻的 这个神族宇航员呢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放弃人类的家庭 你如果放弃人类的家庭呢 你可以还为你比鲁星球 你自己回去 你的人类家庭呢 因为他血统跟你比鲁星球不一样 他不让他回去 如果你要留下来 跟你人类家庭要共度灾难呢 你不可以把人类的家庭 带到灰行器上面 他不要让他乱了套 所以他安排的很彻底 你留下来避难的呢 只能在地球的高处避难 那地球高处 这个时候他们安排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喜马拉雅山区 所以他们喜马拉雅山区呢 除了早些年 因为这个人口众多 这个火箭的小孩 这个人口众多 没有 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巴尔贝克 这个地中海东岸这个基地 继续居住 然后被分派到这个 喜马拉雅山区之外 在洪灾到达之前 一万三千年前地球洪灾 来之前呢 一大部分的这个混血家庭 也是被安排到喜马拉雅山区避难 另外一个地点在那里 南美洲 南美洲安地市山区的 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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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喜马拉雅山区,你这个六千七千公尺以上的高区 你才能真正避开后面来的这些大浪 就比较安全这样 所以神,你呢,祂受命就带领了一部分 祂找到了该隐的后代 跟着一部分这个所谓的混血家庭 就一起到这个提提卡湖区的山里面 高山的湖里面,附近去避难 这个是在洪灾来之前 那这个地点在哪里呢 这个图就很清楚了 右上方这个图是现在在秘鲁跟波利维亚 这个交界这一带 秘鲁南边,波利维亚北边交界这一带的提提卡湖 这个湖很高,这个我去过 到那边玩,这个湖有多大呢 这个湖大概有四分之一个台湾岛那么大 将近四分之一个台湾岛 它的长度有一百六十几公里 那宽度最高,最宽好像有八十公里吧 最宽的地方有八十公里这么宽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湖 你站在这个下面这张照片呢 是我站在它北边有一个岛 叫Takio Island 北边有一个,在湖里面有个岛叫Takio Island 我上了Takio Island就往湖里面照 这个湖看起来就像海一样 那就是无边际的 所以我是在Takio,北方的这个Takio Island 往,我是往这个东南边的方向照 那这里,左边这张图呢 叫做Way of Viracocha Viracocha是图的路,的道路 这个我在讲 讲这个神族留在地球上面 今天还可以看到的神族留下的遗址 你们有在讲得很清楚 这上面有哪些地点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一点要代表的是什么 待会我们会讲到,讲到这个洪灾以后 神族把他们采房金的重点挪到南美洲来 他们建设的一系列的基地 里面我们会讲到跟这张图有关 这张图就显示出来几个神族要重要的这个据点 他们洪灾以后的的采金作业 他们做的一些必须要的配合的这个基地 好,我们已经结束了 刚刚要讲的这个南美洲历史的上半部 那上半部基本上讲的就是 等于真正进入南美洲历史 神跟人类活动的历史之前的一个前奏 那里面讲到,刚刚讲到唯一的一个人类的活动的重点 就是该引被放逐到墨西哥境内 那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从这个地方开始讲中间这一段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